再看到前卓西乡民代表张永华当选无效定宴 依法由同选区落选头林慧亭地补 而去年才刚产下第一胎的林慧亭身体状况都良好 上午宣读时气色很好 并有家人们一同出席就职典礼 场面相当温馨 前卓西乡民代表张永华当选无效定宴 依法由同选区落选头林慧亭地补 去年才刚刚产下第一胎的林慧亭身体状况都良好 上午宣读时气色很好 并且有妈妈爸爸丈夫女儿一起共同出席就职典礼 场面温馨 希望这一次能够顺顺利地完成自己因素 我会做好自己因素的本分 然后在这一届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 然后谢谢大家 林慧亭说自己也非常开心 也会在未来时间好好的为民服务 把当初承诺给支持她的选民证件一一来完成 卓西乡代表会主席也期待年轻又有活力的林慧亭 能够为卓西乡代表会注入新的力量 创造与乡公所和谐共进共荣 促进卓西乡公所各项的推动发挥最大的效益 所以非常感谢所有今天的旅会所有来批准 那我们是不是有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林慧亭代表 林慧亭具备对于部落产业社会福利 社区营造以及其他部落事务也都有丰富经验 林慧亭说希望借重部落经验 与代表会团队一同打造幸福卓西 记者高雄双卓西乡采访报道